这是我见过最奇怪的女人 大晚上在室内戴着墨镜工作 老板指责她 戴着墨镜会让客人感觉到很不舒服 然而荷兰却说 摘掉墨镜可能客人会更不舒服 老板不想听她狡辩 于是直接动手摘掉了她的墨镜 没想到墨镜下面还有一层 看到这一幕 旁边的顾客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老板也是既生气又无语 动手再次摘下了荷兰的墨镜 荷兰慌忙用刘海盖住了自己的眼睛 好像生怕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原来荷兰天生拥有阴凉眼 总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时她无意间瞥见 旁边顾客身上出现了黑影 也就意味着男人即将面临死亡 于是当男人取餐准备离开时 荷兰阻止了男人 还表示她能不能过两分钟再走 男人决定 荷兰有些莫名其妙 她看向车子里还在等自己的女朋友 于是霸气地直接甩开了荷兰的手 禁止离开 这一幕都被旁边穿黄色上衣的顾客看到 而那个离开商店的男人在跑过马路时 直接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工程车撞飞 巨大的声音将店内所有客人吸引了出去 看到男人当场丧命都惊讶不已 此时警察大叔听见了响声 连忙下车赶到了车祸现场 而小松淡定看着商店里面的女人 见女人一脸淡定 小松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很快荷兰下班了 她继续戴着墨镜走在马路上 直到荷兰回到家里 她才安心地取下墨镜 悠闲看着电视里面的欧巴 不由自主想起了白天的那一幕 埋怨自己没能拉住 为客人说着说着 眼泪止不住喷涌而出 这让荷兰想起了小时候那一幕 原来荷兰小时候天生就拥有一两眼 爸爸为了不让女儿看见可怕的黑烟 就给荷兰戴上了墨镜 第二天早上 荷兰为了修复自己心理创伤 拖着行李箱准备出国散心 当荷兰上了飞机后 感觉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很快荷兰不由自主睡着了 而墨镜却一不小心掉落在地 旁边小女孩立即捡了起来 这时荷兰醒发现自己眼睛上面的墨镜不见 便慌乱寻找着 没想到墨镜在小女孩的眼睛上 荷兰好心说着 让小女孩把墨镜还给自己 此时她看见小女孩旁边有个女人 全身冒着黑烟 吓得瘫坐在地 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荷兰紧张地站了起来 看到机舱内所有乘客 都陆陆续续出现了黑烟 荷兰此刻知道了 这架飞机即将要发生事故 看着眼前所有乘客死后的样貌 吓得大声尖叫 引起了飞机上员工们的注意 老外劝女人冷静一点 而荷兰看着员工后面黑烟 怎么冷静了起来 这一幕引起了乘客们的注意 荷兰疯狂说着 绝对不能让这架飞机起飞 不然会发生事故 可飞机上面的员工 哪里会信女人所说 便叫保安把女人当成疯子抓了起来 便叫保安把女人当成疯子 拉出了飞机外 小女孩把荷兰的墨镜交给保安 说这墨镜是刚刚那位姐姐的 可让小女孩不知道的是 这是小女孩最后的一言 荷兰被押到了机场 打听可她仍然没有阻止飞机起飞 此时她看着飞机 心里不由自主地悲伤起来 很快电视上报道这架飞机突发事故 飞机上无一人幸免 警察把荷兰押到了审讯室 他们怀疑荷兰在飞机上面动了手脚 所以这架飞机才发生事故 荷兰却说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到死亡之眼 才会发了疯一样告诉他们不要起飞 这一幕刚好被警察小颂听见 这才想起了女人是汉堡包店的职员 此时警局内发生了争执 有个女人不小心推倒在地 刚好被荷兰碰到了女人的手臂 荷兰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这个女人即将要冻死 此刻她坐在地上 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 然后颤颤巍巍说着 这个女人身上也有死亡之影 将在不久后也会冻死 一旁的保险员听到这话 以为眼前的女人是个巫女 晚上小颂把荷兰的墨镜粘好 放在她面前 刚准备要走时 荷兰却醒了过来 于是小颂带着疑问和荷兰聊了起来 小颂说这么漂亮的眼睛 为啥要戴墨镜 荷兰说自己可看到死亡之影 因为影子是黑色的 所以戴上墨镜就看不见了 小颂说前天在汉堡店 那个男人身上也有黑影 荷兰点了点头 但小颂还有个疑问 为什么你能知道 那个男人会被卡车撞死 荷兰说只要自己触摸到影子 就可以看到将死之人的场景 可小颂还是不相信荷兰所说 第二天由于警方没有证据 便把荷兰从警局放了出来 可荷兰很不服气 不停说着 自己要去联合国人委员会告警局 刚好小颂开着车来到了警局门口 便和荷兰打起了招呼 荷兰以霸气的步伐上了小颂车 并厚着脸皮让小颂送自己回家 小颂无奈只好怜香惜玉一次 可车子经过天桥上时 荷兰取下墨镜 又看到天桥上面的男人 出现了死亡之影 一颗心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小颂见状连忙停车查看 荷兰说自己刚看到 男人背后出现了黑影 这个男人即将要死亡 当荷兰看向男人时 认出了男人 就是电视上面欧巴的经纪人 小颂认为这个男人绝对不会跳下去 因为这个男人已经连续了 好几次都来这座桥报道过 绝对不会自尽的 只是装腔作势 会博取媒体眼球好出名罢了 很快小颂把荷兰送回了家 等荷兰下车后 小颂开车返回时 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原来是荷兰发信息来了 小颂很纳闷 为什么荷兰会知道自己的号码 原来荷兰在下车时 看见了小颂车上的号码 这时小颂看见男人还在桥上 认为这个男人真的很能折腾 可下一秒 男人竟然真的从天桥上跳了下去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 包括小颂 男人以最帅的姿势掉入了水中 小颂见状立即停车 解开安全带 下车前去查看 可等小颂赶到时 从天桥往下看 男人却消失不见 小颂站在天桥上面 也是无能为力 片刻之后 看热闹的人全部都走了 男人已经从江里捞了起来 但是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令男人的母亲伤心不已 小颂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她想起了荷兰 对自己说着 能看到死亡之意 结合这几件事的种种意念 现在处女吧 晚上小颂借着酒胆来找贺兰 她埋怨自己 为什么当初没能听贺兰的 阻止天桥男人 小颂邀请贺兰 利用自己能看到死亡之意 和自己合作拯救世人 可遭到贺兰的无情拒绝 因为贺兰惧怕这样的场面 这可把小颂整蒙圈了 于是继续撒着酒风 让贺兰和自己合作 噪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唾骂 邻居以为他们是一对恋人关系 贺兰带着墨镜来到天桥上 而小颂却被警察 当成疯子抓走了 第二天 她带墨镜来到浴室泡温泉 一旁女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贺兰 而贺兰想着昨天晚上 小颂对自己说的话 利用自己能看到 死亡之影的特殊功能 和她拯救世人 一颗迷茫的心 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 贺兰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抉择呢 这天 她自信地取下墨镜 用剪刀剪掉自己有海 露出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因为她想用自己的特殊眼睛 来拯救世人 她鼓起勇气来街道上寻找目标 终于在一对母女后面 看见了黑烟 荷兰拿出勇气 还击手触摸着死亡之意 原来这个女人是病死的 荷兰也无能为力 于是继续寻找着目标 最终发现一位大叔 后面有黑烟 她急忙上前 触摸大叔后面的死亡之眼 当她看到大叔的死亡场景 一颗幼小的心灵 久久不能平静 斯兰想去不想掺和此事 但荷兰还是选择帮助大叔 他一边跟着大叔 一边给小颂打电话 告诉小颂 天的他又看到了死亡之影 他想让小颂过来帮忙 可小颂却说今天非常忙 那天说和你合作拯救世人 是醉酒乱说的 荷兰听到这话 先将小颂互骂一通 警告小颂 从此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随后他还是来到大叔面前 告诉大叔会在商场死亡 最近千万不要去逛商场 可大叔哪里会听荷兰的风言风语 并表示自己哪里有钱去逛商场 荷兰见状从兜里拿出仅有的十万韩元 想用钞票收买大叔 今天跟着自己 正当荷兰觉得自己成功时 这一举动整得荷兰不知所措 气愤地想离开此地 可想起大叔快要死亡的场景 内心还是于心不忍 于是他故意激怒大叔 好让大叔打自己 送他去警局 可大叔觉得荷兰是个疯子 便想逃离此地 却被荷兰阻止了 就在他们俩拉扯的一瞬间 大叔奋力地将荷兰推倒在地 荷兰见状便将自己的头 狠狠地往桌角上并撞 我只想说这个女人很浅 没有几个男人能把持住 店内人员都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很快荷兰头上面的血液喷涌而出 他要诬陷大叔打破了自己的头 大叔见状准备逃离商店 却被小颂一个二郎腿绊倒了大叔 荷兰踩着小颂身体疑悦而过 最终两人同心协力抓住了大叔 片刻之后 小颂叫自己同事把大叔送上了警车 正当小颂觉得这件事已经结束时 荷兰却说自己刚刚触没了大叔的影子 在某商场有持枪挟持人之事件 子弹还是击中了大叔 持枪挟持人之这件事 会变可让小颂不知道的事 如果他掺和这件事 会让自己后悔一生 大叔死的这件事还是不会改变 现在必须要抓住挟持大叔 那个穿迷彩服的人 这件持枪人之事件才不会发生 随后贺兰带着小颂 来到了即将要发生事件的现场 这时贺兰看到一个女人 贺兰告诉小颂 在自己的感应中 这个女人在现场一直哭 肯定和大叔或穿迷彩服的人有关系 接着他们找女人谈话 原来这个女人有个男朋友是当兵的 因为女人移情别恋 所以男朋友选择了当逃兵 小颂让女人联系一下男朋友 在餐馆见面 很快当兵的男朋友来到此地 小颂来到当兵旁边 假装询问几点了 然后一把把她手表拉过来看一下 贺兰点了点头 表示就是这个人挟持人质 于是拿出身上的手铐 一把将当兵的抓了起来 来到警局 将当兵的和大叔关在一起 他们俩来到警局外 都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 便彼此告别 这边大叔听到自己的电话响起 小颂便帮忙接起大叔的电话 原来是大叔母亲打来的 贺兰舒舒服服地泡了一场温泉 来到门口 突然她看到自己储物间的门开了 又关上了 荷兰很是疑惑 而让荷兰不知道的是 其实刚刚有位阴间使者 进入了柜子里 她连忙打开柜子 查看自己的东西有没有少 打开手机 发现小颂给自己打了17通电话 于是连忙打了过去 可此时小颂那边却无法接通 荷兰隐隐约约地感觉情况不妙 连忙来到警局 发现大叔和穿迷彩服的人还在 一颗悬着的心才放松 可就是没有看到小颂 于是荷兰坐到了小颂办公的座位 继续给小颂打起电话 这时荷兰看到了小颂当兵时候的照片 她手臂上面戴着的 就是自己小时候送给郡哥哥的红绳 原来小颂就是自己喜欢的郡哥哥 就在这时 荷兰看见了一位当兵的 她上前询问有没有枪 出兵的粗校长特用心的 此时荷兰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 这件事还会持续发展 果不其然 电视上报道 在某商场有持枪挟持人质事件 而这个人质 荷兰认出了是自己喜欢的郡哥哥 荷兰不明白小颂为什么会在商场 原来大叔的母亲有老人痴呆 所以小颂才会帮助大叔去接他的母亲 这时荷兰才 大叔命运转移到了自己郡哥哥的身上 突然 荷兰吓得不敢看 此时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 吓得瘫坐在地上 她认为是自己害死了郡哥哥 而小颂拉到医院抢救 最终逃不过死神的命运 荷兰伤心地回到家 认为是自己杀了小颂 最后准备上吊自尽 这个神秘人拿着手术刀 准备取小颂的眼珠 突然去世的小颂眼睛睁开了 吓得神秘人不知所措 只见小颂坐了起来 不停摇摆着脖子 而神秘人吓得瘫坐在地上 小颂并没有伤害神秘人的意思 神秘人便慌乱地离开了 原来就在刚刚 小颂在手术台上抢救无效死亡 一位阴间使者趁机附上了小颂的身上 才有了刚刚这一幕 小颂母亲来到停尸房 发现小颂的尸体不见了 查看监控 发现小颂已经活了过来 惊讶不已 而荷兰认为是自己杀了小颂 正在家自己 突然荷兰的脚碰到了遥控器 不小心将电视打开了 而电视上报道 警察小颂现在还活着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荷兰听到此消息 后悔不已 此刻荷兰正被这绳子勒得快咽气 心里不停默念着自己要活下去 祈求自己过时的爸爸帮帮自己 等荷兰醒来时 发现一只狗狗正在吻着自己 才知道这个男人救了自己 男人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叫吴万寿 是一名卖保险员 并表示刚刚是这位狗先生救了你 可荷兰还是认为男人是个小偷 吴万寿说 前一段时间在警察听到你说 可以看到死亡之影 才来找你的 准备离开时狗狗发现了一样 自己才救了你 吴万寿让荷兰帮忙看一下自己和狗狗 后面有没有死亡 可荷兰却说这东西送 随后荷兰坐着吴万寿的车 往医院赶去 可在路上荷兰看见了小宋 荷兰让吴万寿赶紧停车 然后急忙来到了人行道 他来到小宋面前不停地向他道歉 荷兰看到手上的红绳 确定了这个红绳 就是小时候为自己郡哥哥带的 而小宋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荷兰见状边喊欧巴边来到小宋旁边 可小宋此时已经没有了意识 于是荷兰将小宋又送回了医院 自己坐在医院大厅边 找欧巴手上面的红绳 这时候小宋隐隐约约看到 有个神秘人正拿着针 这是我见过最硬气的男人 就因为自己不是人类上 公交车居然不服把手 司机来一个急刹车 由于惯性 小宋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大叔的脚 荷兰叫小宋赶紧扶好把手 旁边的大叔叫小宋赶紧给自己道歉 而小宋却说 这把大叔气得想打小宋 结果被荷兰拦了下来 并告知大叔自己的欧巴 因为意外伤到了脑 大叔这才罢手 随后荷兰把他拉到一边 让小宋扶好把手 可小宋来到旁边欺负起了学生 他让学生赶紧起来让自己坐 而一旁的女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便起身让小宋坐 表示自己要下车了 一位老奶奶准备上公交车 司机一个急刹车 惯性差一点把小宋摔倒 小宋只好霸气地坐下露出笑容 此时一位老奶奶上了公交车 他来到小宋旁边 不停说着自己脚站不稳 老奶奶说人老了迟早都会死 表示不起来就要打你 老奶奶唾骂小宋真没有教养 小宋对老奶奶说人类真是没有规矩 隐瞒得要死 老奶奶气愤地将包袱放在小宋身上 小宋却把包袱砸向了荷兰 结果把荷兰砸倒在地 此时公交车已经到站 小宋趁此机会终于摆脱了荷兰 等荷兰缓过神 发现自己的欧巴已经下了公交车 而小宋用自己的特殊技能 躲进了一个柜子里 等到他出来时 却到了警局的洗手间 声音下的小宋同事须歪了 结果须到了自己手上 此时他认出了男人是小宋 便上前用手抚摸着小宋身体 询问上次子弹打中脑袋有没有事 可小宋觉得太脏了 便一把甩开同事的手 这时他认出 了此人是小宋的同事 便叫同事赶紧跟自己走 见同事不服气 阴间使者要找出自己的搭档 而他的搭档此时附在某人的身上 如果不及时找出来 自己就会下地狱 他让自己的同事 找出搭档生前住的地址 小宋拿着地址 找到了搭档生前的母亲 随后一路跟在他的旁边 阿姨看着小宋这身打扮 以为是从某医院出来的 经过两人交谈 确信了小宋真的不正常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钞票 以同情目光放到了小宋的手上 随后小宋在一旁守株待兔 终于看见阿姨把一个男人 鬼鬼祟祟地拉到一边 于是一路跟了过去 然后以帅气的步伐 来到男人面前 这个男人轻轻一推 大叔以完美的姿势 重重摔倒在地 现在的小宋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位阴间使者 小宋怀疑这位大叔是自己搭档 附在体内 大叔很不服气 便与小宋搏斗了起来 几招下来的小宋将枪比着大叔头 大叔这才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小宋看了一下大叔的脖子 才知道这位大叔并不是自己的搭档 此时一帮混混从楼梯走了下来 刚刚那位大叔是头目属下收保护费的 这时有个混混想起了这个男人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头目 头目此时想起了小宋被打的场景 觉得眼前的刑警是一个窝囊废 便不由自主地嘲笑了起来 这时小宋想离开此地 却被头目拦了下来 头目让小宋给自己属下赔医药费 见小宋说这样的话 头目便叫自己的属下好 好教训一下小宋 一场精彩武打的场面就这样开始了 可让混混头目不知道的是 此时小宋并不是之前窝囊废的小宋 他是一位从地府来的阴间使者 拥有常人用不完的体力 结果几招下来轻松干倒一大片 这可把头目整得不知所措 一旁的泡菜国公民都双手叫好 因为他们都被眼前的混混收了保护费 随后小宋以帅气的步伐来到头目面前 轻轻一推离开了 接着他来到搭档妹妹的学校门口 因为他怀疑搭档会来找自己妹妹 于是他蹲在地下守株待兔 可旁边路过的女人都不敢看他 原来小宋没有穿内内 路过的男人用异样眼光看着他 这时候小宋目光看向公交车上面的模特大衣 原来阴间使者也有时尚感 于是他来到一家高端服装店 是衣服 当小宋拉开窗帘时 服务员不停称赞的 小宋穿上大衣 真像偶像剧里面的帅气欧巴 小宋自信地拍了拍大衣 询问多少钱 小宋帅气地从兜里拿出几毛钱 这可把服务员看呆了 服务员接过钱后有些不知所措 小宋心领神会地拉起窗帘 此时服务员觉得男人是从某医院出来的 在外面等了许久后 好奇地拉开窗帘 竟发现男人穿的大衣消失不见 很快小宋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洗手间 他仔细打量身上的大衣 这可把小宋吓一跳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而小宋因为在女生卫生间不好的行为 被警方荡成疯子抓了起来 这时警方看到这不雅的一幕 长叹一口气 警方询问小宋叫什么名字 小宋想了想 随后又问起小宋的身份证号码 这可把警方气得想干架 此时小宋又发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 便来到此处将另一位警察推开 一位小女孩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竟看到爸爸后面有死亡之影 他将此事告诉了爸爸 而爸爸似乎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 他故作镇定地来到女儿旁边 当小女孩触碰死亡之影时 他能够感知死亡之影的场景 他爸爸被一个神秘人从高楼扔下 而且神秘人的手背上有蜘蛛图案 小女孩名叫荷兰 他将自己所看到的场景告诉了爸爸 之所以荷兰能看到死亡之影 是因为在八年前 那时候荷兰的爸妈刚结婚 在车上不停嗅着恩爱 殊不知有个阴间使者上了他们的车 此时一辆货车疲劳驾驶 而他们还在嗅着恩爱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但为时已晚 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就这样发生了 车祸之后 女人此时有意识地看向自己丈夫 可丈夫此时已经咽了气 这时候阴间使者看向女人 却一见钟情 爱上了这个女人 为了不让女人伤心 便附上了丈夫身体 当了她的丈夫 所以生下来的孩子是半人半 阴间使者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此时荷兰的爸爸是一名警察 荷兰不让爸爸离开自己 因为她害怕会失去爸爸 但是爸爸为了匡扶正义 还是选择了与凶犯做斗争 这天爸爸得到消息 一个人来抓嫌疑犯 准备回头时 一把狼头向自己砸烂 还好爸爸反应快 躲过了一劫 随后爸爸与嫌疑犯搏斗了起来 爸爸很快降服了嫌疑犯 可就在爸爸准备拉嫌疑犯去警局时 第二天荷兰哭丧着脸 来到案发现场 警察叔叔不停安慰着荷兰 就在这时 荷兰看到了一名大叔 手背上面的蜘蛛图案 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叔 杀了自己爸爸 他将此消息告诉警察叔叔 可凶犯大叔察觉到了一样 便离开了此地 为了不让警方发现自己是凶犯 便用高温运动 将自己手背上的蜘蛛图案除掉 长大后女孩在商店做起了兼职 并且每天都戴着墨镜 因为她不想再看到死亡之影 这天荷兰在家 无意间在爸爸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这才发现自己爸爸是被别人谋杀的 于是荷兰拿起手机拨打母亲电话 可母亲电话此事打不通 随后她来到医院找到自己母亲 荷兰向母亲询问杀死爸爸的犯人是谁 当时母亲没有去见那个给她纸条的人 这让荷兰感到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她母亲知道 荷兰的爸爸是一位阴间使者 害得自己女儿半人半阴间使者 所以母亲不想知道荷兰爸爸的死因 可荷兰明明当时触摸了死亡之影 预测自己爸爸是被神秘人谋杀的 荷兰无奈 只能凭借着手上纸条来到警局 让警察帮忙查询纸条上名字的线索 这时荷兰想起了自己的小俊哥 是一位刑警 他来到医院 发现自己的俊哥哥已经出院了 荷兰便给俊哥哥打起电话 可此时电话也打不通 回到家他发现自己家里有动静 打开门一看 竟是继父在自己家翻箱倒柜 继父找到了荷兰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 继父想拿着这笔钱去赌场大赚一笔 当继父要走时 继父知道荷兰能看到死亡之影 继父不相信 荷兰看到了自己后面的死亡之影 便准备离开此地 却被荷兰拉住了他的脚 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留下荷兰在地下独自哭泣 这个男人以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在天桥上 他是一位来自地狱的阴间使者 而他搭档阴堪恋人间 现在附在了某人身上 如果不及时找出自己 就会在地狱下游过 此时他想起自己搭档死亡的场景 这时小宋埋怨起了自己 当初不该让搭档一个人执行任务 突然另外两名阴间使者来到此处 小宋又埋怨起了同事 当初就不该给自己出搜主 而荷兰查出了自己欧巴家的住址 正打着计程车去欧巴家 在路上荷兰看见自己的欧巴在天桥上 而且后面还有两条死亡之影 于是他赶紧叫司机停车 司机扭不过荷兰的固执 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此时阴间使者们发生了争执 正在大打出手 可没有躯体的阴间使者 伤害不了小宋 而附在小宋身上 阴间使者推了一下他 一辆自行车急迟而过 小宋不小心摔倒在地 灵魂珠子滚到了马路中间 于是他急忙来到马路中间捡起珠子 这时荷兰发现小宋很危险 而小宋发现了 这次任务竟是荷兰的灵魂 荷兰正在百米冲刺地跑来 小宋急忙将灵魂珠子盖上 一辆汽车快速撞来 还好荷兰及时把小宋推到了一边 小宋这才躲过了一劫 荷兰却晕了过去 而此刻小宋看着荷兰的样貌 知道了收这个女人灵魂是自己任务 随后他们把荷兰带到了小宋家 他拿起手上的珠子表示是在必得 来到荷兰旁边拉起玩具 然后把灵魂珠子藏到了玩具里 随后又拿起荷兰的包包 把所有的东西倒在地下 让自己的同事找找荷兰家的住址 小宋便扛起荷兰大摇大摆地离开 片刻之后小宋竟然又回来了 原来做人做酒了 竟忘记了自己的技能 小宋扛着荷兰进入了柜子里 很快小宋将荷兰放到他的床上 他看着墙上面的画报 以为画报上面的男人是荷兰男朋友 随后又看到了荷兰上吊的绳子 第二天被小宋上次打的一帮混混 来收高利贷 见男人没有钞票 于是叫属下从男人家里抬着冰箱来抵仗 男人见状便准备拦下来 可就在他们拉扯的一瞬间 冰箱里出现了一具尸体 混混们都吓得连连往后退 而冰箱里面的女人 正是上次和蓝触碰死亡之影的那位 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女人是自己妻子 上一秒是一位废材刑警男 见到尸体就想吐 下一秒是韩国最帅气的欧巴刑警 不仅伸手矫健而且枪法了得 很快摆平了挟持人质的家伙 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警方怀疑是丈夫杀害的妻子 而男人仅凭一眼就判断出凶手不是丈夫 因为死者脖子上的乐痕清晰可见 终止的乐痕特别不明显 那就意味着凶手终止关节至少少了一截 而丈夫的终止完好无缺 这就代表着丈夫不是凶手 她叫小宋 是一位来自地狱的阴间使者 这天小宋来到一所中学门口来找自己搭档 他相信自己搭档一定会来找自己妹妹 这时候他看见一位行为怪异的学生 而这个学生明明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世 现在怎么又活了过来 于是他在路边随便拉一个学生询问 这让小宋怀疑 眼前学生是自己搭档附体 而荷兰也找到新的工作 现在是一名保险员 利用自己能看见死亡之影 确定在保的人员是否安全 荷兰下一位客户是某企业的女儿 她来到一所中学查看客户情况 这时小宋也来到此处 就在这时两人彼此发现了对方 荷兰再次看向教室时 发现教室里有一位学生体内有死亡之影 小宋听到荷兰机里咕噜 便来到了荷兰身边 询问荷兰在说什么 荷兰说明知故问 你明明知道我看得见死亡之影 为什么老是装傻 而让荷兰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小宋不是他的俊哥 而是一位阴间使者 这时小宋想起卡车事件 小宋确信了荷兰真的能看到死亡之影 他想用荷兰的眼睛 能帮助自己找出灵魂搭档 他推着荷兰的脖子 询问是哪个学生体内有死亡之影 随后小宋用枪比着学生的头 他要自己的搭档赶紧灵魂出窍 这时小宋发现此人并不是自己的搭档 吴秀东灵魂求小宋放自己一把 见小宋不搭理自己便威胁起了小宋 作为阴间使者 怎能受一个区区灵魂的威胁 他假装受到了威胁 让灵魂附上学生体内 当学生要走时 他一把勒住学生的衣领 因为小宋知道灵魂附在体内 如果死第二次 那么这个灵魂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记忆 语人轻轻拍打着男孩 突然死亡之影出现 他清楚地感觉到 男孩被人锁在行李箱里 并连同行李箱一起将男孩活埋 凶手手上缠着纱布 纱布上盖有一个印章 语人名叫荷兰 天生拥有能遇见死亡之影的场景 就在刚刚 荷兰拿着保险单 上面的超级VIP客户名单 利用自己能看见死亡之影 确保客户安全 没有黑影 那就代表着安全 随后他来到便利店买水 就在准备上前付账时 他看见一位小男孩在吃东西 他环顾四周 并没有看见小男孩的家长 于是他向前询问小男孩的妈妈在哪 然而小男孩的表面举动 让人觉得脑子有点问题 这时便利店的老板娘来到此处 荷兰说小男孩不是你们社区的吗 荷兰此时意识到小男孩应该是迷路 他尝试问着小男孩的家在哪里 接着小男孩把荷兰带到马路上 男孩这些行为之举令荷兰不知所措 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欺负小男孩 荷兰无奈 只好把小男孩带到当地的警察局 他看见小男孩没有穿袜子 便好心地将自己的袜子给小男孩穿上 警察很快找到了小男孩的父亲 联系方式并告知荷兰 小男孩的爸爸很快就会过来 这时小男孩想吁吁可走到一半却吁在了裤 此理荷兰只好脱下小男孩的裤子帮忙清洗 可当荷兰来到小男孩旁边时 手却碰到了小男孩的死亡之影 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很快小男孩的爸爸来到此处 当爸爸要抱小男孩时 却被荷兰一把推倒在地 小男孩爸爸有点懵圈 直到警察介绍是荷兰找到女儿子 荷兰教训起了这对夫妇怎么带孩子 而这对夫妇不停地向荷兰道歉 警方说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以爱乱跑出名 荷兰这才对小男孩的爸妈有所改观 随后爸爸抱起小男孩离开了 当荷兰也准备离开时 看见地下有个钱包 于是赶忙捡起 发现这个钱包是刚刚小男孩爸爸的 荷兰便赶忙来到外面叫住他们 然后将钱包还给了他们 并嘱咐他们绝对不要让孩子走丢 一定要让他待在家里 这让他们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让小男孩父母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然而等他们走后 荷兰看见小男孩后面的死亡之影 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 荷兰早早地来到小男孩家门口 想阻止凶手杀害小男孩 他看见小男孩爸爸去上班了 随后又来了一位陌生男人 原来男人是小男孩的老师 因小男孩好几天没有上课 所以来问候一下 荷兰见状是小男孩老师 便上前询问 老师有没有看见手上缠纱布的人 话还没说出口 一个男人骑自行车 不小心捏在了香蕉皮上 老师为了救荷兰 自己却被自行车撞倒地 而老师手却受伤了 当老师来到医院后 他看着老师手上缠着纱布 似曾相识 于是来到跟前查看 确信了这只缠手纱布的手是他 可纱布上并没有印章 怎么办怎么办 而小宋用手机定位来到荷兰附近 他想利用荷兰的阴阳眼 帮助自己找其袖冬魂魄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位小男孩从屋内走了出来 而且后面还有两位阴间使者尾随其后 而荷兰跟着老师来到了学校 他看着老师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 此时的荷兰认为自己是多想了 正打算准备离开时 他听到盖印章的声音瞬间紧张了起来 而接下来发生一幕惊呆了 老师不小心将章子掉落在地 学生顽皮地从地上捡起章子 给老师手上纱布印了一下 此刻的荷兰确信了老师会即将杀害小男孩 于是急忙从兜里拿出手机 将老师的样貌拍了下来 这边小宋跟着小男孩来到了一个小区 小男孩随着煤气管道爬了上去 老师用监控查到了小男孩去了自己家 他怕事情败了便急忙赶回去 荷兰看到老师跑出了教学楼 便一路跟随着老师 随后他打电话让自己老板查查老师的身份 这样的结果让荷兰毛骨悚然 接着荷兰继续跟了上去 可在一个三角路口 一辆车差点撞到了荷兰 他不停地向司机道歉 可等荷兰缓过神 老师却消失不见 于是荷兰来到顶楼 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 终于看到老师拖着行李箱走了出来 他赶紧拿起手机给小男孩爸爸打电话 确定了小男孩现在已经不在家 爸爸也在寻找着小男孩 荷兰确定了老师箱子里 装的就是小男孩 而老师把行李箱搬上了车 正准备离开时 荷兰却将老师拦了下来 他使劲抓着老师头发 让老师赶紧打开后尾箱 老师用力地将荷兰推倒在地 当老师再次起步时 他却爬上了老师的车 荷兰让老师赶紧停车 老师见状猛加油门 然后来一个急刹车 由于车子的惯性 荷兰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可把老师弄得不知所措 可荷兰顽强爬起来 再次找老师理论 车玻璃卡住了荷兰的手 然后老师开着车 拖着荷兰一路狂奔 他不停喊着老师赶紧停车 可老师哪里会听他所说 因为荷兰此时发现了 老师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师把他拖了几分钟后 就在这时 小宋走上前 双手竟把车的后尾顶了起来 老师面对小宋的举动 吓得一脸猛逼 接下来小宋的一波操作 更是让老师脸多下滤了 他霸气地走到老师面前 老师想开门 随后小宋拉开车门 用砂锅大的拳头 将老师一顿暴打 接着拉起老师的头 往车上不停地撞 再次用铁拳又一顿输出 打着老师瞬间求饶 他把老师拉倒在地 看着老师丑陋模样 心生气愤 一个神龙百尾 将老师踢晕在地 荷兰快速来到车后尾箱 将其打开 当他打开行李箱时 里面竟是一位小女孩 这可把小宋和荷兰感到一脸猛逼 原来就在刚刚 小男孩偷偷潜入了老师屋内 小男孩带着女孩 准备逃离此地 可就在小男孩 让女孩和自己 从煤气管道爬出去时 小女孩感到非常害怕 就在这时 老师赶了回来 立即将小女孩抓了起来 而小男孩看到这一幕 吓得从高楼掉了下去 这场坠楼事件 引起了泡菜国公民的注意 老师见状便准备将小女孩捂晕 却被小女孩咬到了他的手 老师用力地将小女孩推倒在地 却一不小心 把小女孩的头 撞在了门框上 老师以为自己失手杀了小女孩 便将小女孩装在了行李箱 而小男孩这边 救护车及时赶到 将他送去了医院 这一幕被小宋看在眼里 小女孩被送往医院 还好有惊无险 由于小女孩没有爸妈 只有一位行动不变 且患有智能障碍的奶奶陪着她 而老师被警察抓到警局 受到了制裁 小宋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 便拉着荷兰的手 帮助自己找其袖冬魂魄 小宋认为荷兰这是在装痛 既然篱下的她 也只能随荷兰说 可荷兰却说 自己想再去一次小男孩家 她想确认一下 男孩的死亡之影有没有消失 小宋扭不过荷兰的固执 当荷兰看到小男孩背影时 发现已经没有了死亡之影 一颗紧张的心才放松 可让荷兰不知道的是 这个小男孩并不是荷兰所救的小男孩 真正所救的小男孩已经死亡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爸爸痛恨自己儿子是个傻子 所以将他无情杀害 因为被阴间使者盯上的人 都避免不了死亡 而荷兰当时看着超级 VIP客户名单 明明后面没有死亡之影 却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不幸去世了 这个小女孩能看到死亡之影 长大后成为了一名优秀 保险员荷兰明明已经确认 厅长背后没有黑烟 却在一次交通意外不幸去世 原来就在前一天 厅长来到死者家查案 当他看到死者小时候照片时 背后竟然出现了死亡之影 原来死者小时候是自己认识的人 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症 为了维持生活 只能在酒店里打银功 回到家后的厅长 拿着照片和视频对比了一下 而视频里面 戴手表男人和女孩 是做打扑克交易 接着他找到荷兰爸爸 当时查案记录发现女孩的确做过这样交易 而让厅长不知道的是 此消息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第二天厅长来到某集团董事长这里 因为他记得十年前 自己明明记得 集团董事长手上戴着视频里面的手表 他掀开袖子一看 竟然没有手表 可当时视频里男人戴着手表 就是董事长手上的手表 怎么现在没有了 这时董事长的大儿子走了进来 一眼就认出厅长是自己爸爸 多年的好友 便热情打着招呼 这时厅长看见男人手上戴着手表 厅长问男人 你爸以前戴着那只蝴蝶手表哪里去了 这话可把厅长惊呆了 原来当时是他和女孩做的交易 为了不让男人怀疑自己 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厅长出来后 便打电话给一位刑警 告诉刑警有重要的事情 和他说 这是男人走出门外若有所思 可就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厅长看着手上的证据走了神 一辆大卡车 直接把厅长的车逼到一边 卡车上下了一位神秘人 而厅长却在车里面 兴趣是神秘人见状 从兜里拿出手机 原来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 第二天 刑警大叔在厅长车里面 发现了一个本子 和死者小时候照片 还有一张酒店传单 这边老板责骂荷兰 不是看了厅长后面没有死亡之意 怎么会出车祸 这让荷兰也百思不得其解 并说到如果没有24小时跟在他身边 自己也无法避免 而真正戴蝴蝶手表的大王 正在欣赏着自己和女孩 有颜色的视频 随后叫自己宝 把视频中的女人抓起来 然而这个和女人做交易的男人是谁呢 这是我见过最硬的钢铁直男 美女投怀送抱 他是这样做的 事后服都不服一下 还说荷兰神经大条 随后优雅地叫她赶紧跟上 荷兰埋怨小宋怎么不接住 而小宋见荷兰不起来 便同情地走到荷兰旁边 伸出胳膊 见她不服着自己袖子 转身就 结果荷兰只能委屈叫着小宋 小宋现在是一位阴间使者 带着荷兰 只是想用她的阴阳眼 找出奇袖冬魂魄 荷兰问小宋 为什么要盯着这位大神 她给荷兰好好地上了一场课 荷兰决定 好好用自己阴阳眼 为人民服务 这是一位身穿黑色皮衣 骑摩托车的男人 来到大神面前 小宋让荷兰好好看 这个人体内有没有黑影子 可她看着穿皮衣的人 没有任何一样 于是小宋让荷兰走近看一下 当荷兰来到男人面前查看时 发现男人体内真的有死亡之影 她想叫住男人 可男人此时已经离开了小宋视线 两人急忙追了上去 兰在追逐的过程中 不小心摔倒在地 小宋被混混拦了下来 眼看着男人已经逃之夭夭 原来是上次被小宋打的头目 真是冤家路窄 小宋只想追那个 体内有死亡之影的男人 见头目不让开 便与混混头目打了起来 等小宋教训完混混后 穿皮衣男人已经消失不见 随后小宋来到饭馆 看到齐秀东妹妹 而旁边坐着一个男人正盯着她 小宋误以为此人就是齐秀东 这时荷兰赶了过来 小宋让荷兰看 这个男人体内有没有黑影 荷兰说这个人体内没有影子 小宋叫荷兰仔细看看 男人体内肯定有影子 荷兰看了看这个男人的安全帽 明白了 小宋把此人当做了刚刚穿皮衣男人 小宋这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 便急忙离开了 随后他们坐下来吃饭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荷兰掉进了秘境里 她让小宋尝尝这家店里的火锅 见小宋不吃这美味佳肴 便自顾自大口吃了起来 小宋见荷兰这般享受 便用手抬起荷兰的下巴 然后用大拇指擦掉荷兰嘴角的火锅汤 这一幕让旁边学生羡慕不已 当小宋准备用纸巾擦掉时 想了想还是尝尝这是什么味道 荷兰看着小宋的举动 害羞了起来 而小宋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味道 于是大口吃了起来 有个学生对齐秀东妹妹说 那个骑摩托大叔为什么要给你钱 这话引起了小宋的注意 荷兰这时要去一下洗手间 齐秀东妹妹看到电视上面的欧巴 痛恨不已因为他哥哥是电视上面欧巴的 既然这时小宋看着电视上面欧巴 觉得齐秀东肯定会向这个家伙报仇 所以才会进入到人类体内 接下来看小宋如何找到他的阴间使者 搭档齐秀东 这是一场万圣节派对会 在场的人非富即贵 荷兰化着浓妆来到此处 因为他要用自己的阴阳眼 确认超级VIP名单客户是否安全 正当荷兰与自己老板拍照之时 小宋赶了过来 这时荷兰看着英俊帅气小宋 惊讶不已 小宋知道今晚大明星雷欧也会来到此处 而齐秀东魂魄一定会来找他报仇 正当小宋在现场观察可疑人物时 一位神秘人撞了一下小宋 顺便把他的手机偷了过去 作为阴间使者的他也没有发现一场 小宋女朋友这边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神秘人是用小宋手机给他打的 听到不是小宋的声音 惊呆了 大明星雷欧此时也来到了万圣节派对现场 很快万圣节派对会开始了 小宋优雅站在高处欣赏着 这时小宋的女朋友走了过来 殊不知有个神秘人正偷偷盯着他们 女朋友告诉小宋自己想去美国 多念点书 这次来是向你告别的 说完直接靠近啄了她一口 这一幕让荷兰心生促意 她连忙推开女朋友 因为此时的小宋并不是之前的小宋 她现在可是一位阴间使者 突然有人关到了现场所有灯光 小宋扭头向下看去 她的女朋友却离开了 而荷兰失落地站在原地 一个神秘人不小心撞了她一下 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这个人会即将死去 可此时 现场一片漆黑 荷兰也不知道她是谁 片刻之后 灯光亮了起来 她疯狂找着刚刚触碰的那个人 而小宋发现刚刚的那个女人不见了 好奇地走到屋内 一位神秘人慌张地撞了一下她 小宋看着眼前受伤的神秘人 这时 小宋感觉这个家伙 就是之前伤害自己 于是急忙追了上去 她拦下一辆货车 然而车里面并不是刚刚的神秘人 此时神秘人开车已经逃离 小宋见状立即追了上去 神秘人开着车 正追着小宋的女朋友 因为神秘人 这次的目标是她 就在他们经过隧道之时 原来是小宋通过管道 来到了神秘人的车上 神秘人见状猛摆动方向盘 想把她甩掉 可小宋抓在上面稳如泰山 随后帅气地蹲在上面 用砂锅大的拳头 向前车玻璃砸去 玻璃瞬间砸出一个洞 她抓住车里面的方向盘 神秘人不停打着小宋手背 竟没有效果 便用嘴巴咬了起来 这一幕刚好被小宋的女朋友 看在眼里 小宋睁开了枷锁 便抓着神秘人头发 不停地往方向盘上面转 片刻之后 神秘人摆脱了小宋的束缚 她此时灵机一动 急忙踩住刹车 由于车的惯性 小宋重重地从车上摔了下来 可似乎她一点事情都没有 气冲冲地向神秘人走去 却被神秘人突袭打了一拳 小宋吐出一口血液 接着和神秘人搏斗了起来 可神秘人根本就不是阴间使者的对手 三下五出二 就把神秘人K倒在地 小宋直接将脚踩在神秘人的脸上 可神秘人偷偷拿着 刀划破了小宋的腿 接着趁其不备 将刀深深刺向她的腹部 用力地将她推到栏杆边 结果小宋被神秘人从天桥上面推了下去 使者在水中腹部血液喷涌而出 而小宋的女朋友却被杀手抓了起来 就在这时使者睁开了眼睛 她发现自己现在逃离不了小宋的躯体 随后使者来到万圣节的卫生间 接着拔掉腹部的刀 这时荷兰找了过来 使者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狼狈模样 便把荷兰推了出去 荷兰说自己刚刚看到死亡之影 要小松帮忙找到那个人 片刻之后 小松把自己清洗干净来到门外 带着荷兰离开了此地 回家后的荷兰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刚刚她在万圣节派对会 看到有个女人吻自己欧巴 而使者回到家询问前辈 自己明明被杀手捅了一刀落水身亡 为什么离不开这个躯体 前辈其实是知道这个情况 这个使者就是荷兰的郡哥哥 而这个躯体是小郡哥亲弟弟的 此时没有找到郡哥哥肉身 所以使者不记得自己是谁 而前辈不会把这件事和她说的 并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阴间使者出不来人类身体的情况 杀手把小松的女朋友 抓了到一个破旧的仓库 并不停地折磨她 戴蝴蝶手表的神秘人 要她找到小松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第二天使者再次打扮帅气的面貌 准备出门去找荷兰 可结果发现自己不能瞬间转移了 这时她想起了使者前辈对自己说的话 杀手正在小松家对面 用望远镜发现她还活着 惊讶不已 使者因为不能瞬间转变 打算用帅气的步伐走到荷兰家 这时她发现自己的兜里有一把车钥匙 立刻心领神会 打算找到小松的车去找荷兰 片刻之后 她终于找到了人类的交通工具 于是急忙来到车内 她打算开着人类的交通工具去找荷兰 她认为自己能驾驭得了这辆车 用钥匙找了半天 终于启动了人类的交通工具 男孩取下小女孩墨镜 她瞬间感觉到圣哲哥死亡场景 这一幕可把小荷兰吓得不知所措 圣哲看了一下手表 说自己快迟到了 便离开了此地 而小荷兰想上前追上圣哲 把死亡之影的事告诉她 此时她看见所有学生后面 都爬满了死亡之影 这意味着所有学生都会即将死去 圣哲走了过来 询问她哪里不舒服 可小荷兰拉着圣哲的手 让她明天不要去看电影 圣哲说 是指明天五针包场看电影的是吗 小荷兰这才明白是明天会出事 便示意她明天千万不要去看电影 这时另一位同学提醒 圣哲不去上课就迟到 圣哲不以为然地敷衍小荷兰 自己明天不去看电影 本不敢富裕的圣哲爸妈 为了自己孩子能和别人一样 便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变卖换成了钱 让圣哲明天去看电影 可就是这一举动让他们阴阳两个 第二天如小荷兰所料 五针电影院意外坍塌 里面三百位学生不幸遇难 无一人生活 这时圣哲爸妈亮亮呛呛地来到坍塌现场 询问警察死亡名单里有没有自己人 爸妈一颗悬着的心才放松 可还没有高兴一秒 警察从角落拿出一个箱子 他让爸妈确定里面是不是圣哲的手 当爸爸打开箱子那一刻 妈妈瞬间崩溃了 里面的确是圣哲的手 因为手上戒指正是圣哲赎回的 妈妈结婚戒指 很快去世着爸妈们来到政府门口 要求政府查明三百名死者真相 可当时的政府主席已经逃离了此地 据说发生了车祸 兴趣是为此这件案子就不了不知 长大后的荷兰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大叔 他清楚地感觉到 大叔会被一位带蝴蝶手表的人杀害 而让荷兰不知道的是 大叔正是圣哲的爸爸 随后他又来到董事长这里 老板哥哥不小心把荷兰推到了董事长旁边 他感觉到 董事长被一个带蝴蝶手表男人拔掉氧气而死 为了能查清楚带蝴蝶手表的人是谁 他带着小宋来到大叔的住所 荷兰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照片 原来大叔是圣哲哥的爸爸 随后他们找到圣哲爸爸好友 并询问最近有没有见过圣哲爸爸 大叔说自从十五年前三百名学生坍塌事件 就再也没有见过圣哲爸爸 小宋故意将茶杯砸中大叔脚 大叔赶忙脱下鞋子 然后离开换袜子去了 小宋说大叔刚刚在说谎 因为大叔鞋印和圣哲爸爸家被子上面的鞋印 一模一样 这时荷兰发现 大叔与自己老板爸爸是认识的 那就意味着这位大叔很可疑 于是他们在外面守住带兔 终于等大叔走了出来 接着便一路跟了过去 这时他们看见大叔进入了一栋别墅内 为了能够了解大叔是不是凶手 必须找到大叔有没有蝴蝶手表 小宋让荷兰在车里等着 自己一个人去勘察情况 当小宋来到屋内 他仔细打量这屋里面的周边环境 终于在一个柜子里 发现了凶手戴的蝴蝶手表 然而 这位大叔是凶手吗 从没见过如此爱干净的阴间使者 在嫌疑人家居然和苍蝇干了起来 却一不小心把嫌疑人家的证据拍了下来 荷兰连忙上前查看 原来这是大叔当时私吞自助金的证据资料 荷兰怀疑这是圣哲坝收集非常久的资料 于是他们将大叔抓了起来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医院 荷兰想确认一下 戴蝴蝶手表人是不是刚刚被抓的大叔 而阴间使者看见了一辆世界饮品的货车 原来这辆车是圣哲坝开的 当荷兰进去后 小宋却看见圣哲坝从医院走了出来 后面还有两名阴间使者尾随其后 这时小宋想起刚刚在大叔家发生的事 大叔发现小宋正袭击着他 而小宋直接一个破肩摔 把大叔摔倒在地 小宋询问这只蝴蝶手表是不是大叔 大叔却说这只手表是自己偷的 原来当初大叔偷偷潜入了圣哲罢架 找到了这只名贵的蝴蝶手表 为了搞清楚这只名贵蝴蝶手表 凶手是谁 于是小宋开着车一路跟了过去 而荷兰来到董事长这里 看见还有死亡之影 再次用手触摸着黑烟 兴楚感觉到董事长 还是被一个戴蝴蝶手表的人杀害 荷兰这才觉得 刚刚抓走的大叔不是凶手 如果大叔不是凶手 那么圣哲的爸爸 现在随时可能被戴蝴蝶手表的人杀害 随后荷兰来到监控室 查监控录像 发现圣哲爸身上穿的衣服 正是昨晚上自己触碰死亡之影的人 而小宋跟着圣哲爸来到了一所仓库 发现他绑架了某人 而且身边还有两名阴间使者 这时 小宋想起了昨晚荷兰对自己说的话 原来荷兰触碰的是这个家伙 圣哲爸旁边摆满了一包皮 接着小宋继续跟着圣哲爸 可在另一个仓库里 圣哲爸发现了他 当他发现小宋是一位刑警时 他怀疑自己仇人与病治 抱了紧作为阴间使者的他 怎么能被区区人类对自己比着刀 小宋趁其不备 将他反压扣在了墙上 然后用力地将他摔倒在地 这时大叔发现了地下有个蝴蝶手表 这边荷兰来到圣哲妈妈这里 又看到了死亡之影 刚想上前触摸黑烟 却被医生推去要做核酸了 一不小心碰掉了桌上上面的相框 荷兰蹲在地下查看 发现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 正是当年五真电影院坍塌老板 余病治 这边小宋问这个手表是谁的 圣哲爸说 这个手表是余病治儿子戴的手表 然而这个戴蝴蝶手表的神秘凶手 就是丧尽天良的余病治嘛 小女孩看到全校学生背后 都爬满了死亡之影 第二天五真电影院坍塌 全校三百名学生无一人生还 死者爸妈们想找政府理论 怎料五真电影院老板 余病治不幸车祸去世 其中一个受害妈妈看到政府不离此事 他确信五真电影院老板余病治还活着 于是他一个人领了赔偿金 想到国外去找余病治 可遭到众人的唾骂 随后他坐飞机来到了国外 在马路上啃着馒头 看到男人就以为是余病治 可一次一次地让他大失所望 于是他来到余病治第二任老婆家 当起了管家 他相信余病治一定会来到他第二任老婆家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终于见到了余病治 于是用相机将他拍了下来 15年后 受害者爸爸绑架了余病治的儿子 结果被小宋抓得正行 受害者爸爸将15年前的事情 告诉了小宋 并告诉小宋桌上面的异报品都是假的 自己通过直播绑架余病治儿子 就是想引出他爸爸 最后小宋同意了受害者爸爸做法 趁着小宋对自己放下了戒心 受害者爸爸用电棒一把将小宋电晕 接着受害者爸爸出现在整个城市的荧幕上 就是要曝光当年与病治还活着 而荷兰也在车上看着受害者爸爸直播 这时他们在网上疯狂寻找 圣哲爸爸绑架与病治儿子的位置 荷兰凭借着当时触摸死亡之影的场景 说给自己老板听 而老板听到荷兰说 另一边车道没有车经过 凭借着自己对整个城市的熟悉度 终于找到了受害者爸爸 位置在西云仓库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而受害者爸爸在这里等了许久 都没有等到 并知道他按下了引爆开关 这边神秘人也打开了开关 老板看到荷兰有危险 便上前护住了荷兰 可石头却砸中了老板 玻璃瞬间破碎 熊熊大火燃起 片刻之后 他们醒了过来 荷兰想起了 与病治的儿子史蒂芬有危险 而老板的脚被石头压住了 这时小宋醒了过来 发现这里发生了爆炸 荷兰来到史蒂芬旁边 发现史蒂芬已经不幸去世 当他打开死者头套时 发现此人是受害者妈妈 而受害者爸爸很是不解 自己准备的异爆品明明是假的 原来刚刚神秘人把假的换成真的 而史蒂芬也被神秘人换成了受害者妈妈 神秘人将受害者妈妈去世 放到了他面前 受害者爸爸看到自己死去的老 悔恨不已 而特种兵赶了过来 直接将枪逼着他 此时受害者爸爸不想活了 当他准备按下炸弹开关时 受害者爸爸在临死之前 将与病直的照片塞到了小宋手上 表示小宋一定要找出与病直这个害人虫 最后含着悔恨离开的人士 小宋在天台上撒下与病之火的消息 受害者爸妈灵魂看到这一幕 深深地给小宋锯了一躬 然后跟着阴间使者走进了地方 而与病直在准备逃跑时 却被神秘人无情杀害 男人看见女人背后 跟着两名阴间使者 当荷兰要走时 小宋一把将他抱入怀里 面对欧巴的这一举动 荷兰有些不知所措 小宋想到绝对不能让他耽误自己阴间使者 同事办事 等女人走后 小宋才放开他 这时荷兰还是看见了一位小女孩 身后有死亡之意 于是上前触摸着黑烟 原来小女孩是某人背着她跳楼身亡 此时小女孩的妈妈也走了过来 荷兰上前继续触摸着黑烟 原来是妈妈背着女儿跳的楼 这让小宋感到很无奈 女人认出了荷兰是无万寿的员工 他将万圣节那天 无万寿对自己玩起了仙人跳 告诉了荷兰 接着他找到自己老板 上前就是给无万寿一巴掌 并指责他 为什么在万圣节那天和女人玩仙人跳 此时无万寿在荧幕上 看见了自己和女人玩仙人跳的新闻 这让他感到一脸猛逼 荷兰准备拉着他去自首 无万寿说不是自己做的 接着他回到公司 一大批记者在等着他 而他当着媒体说女人是诬告自己 自己一定会让女人接受应得的惩罚 而小女孩走在路上 被同学骂他是狐狸精 这可把小女孩说酷了 语人见状自己的女儿受到了欺负 便来到女儿旁安慰着他 随后他拉着小男孩 赶紧给自己女儿道歉 这时小男孩的妈妈赶过来 上前直接将女人推倒在地 当小男孩妈妈要走时 女人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随后一场女人大战开始了 小女孩跑到小宋旁边 祈求他救救自己妈妈 甚至把自己身上唯一的棒棒糖 给了小宋 都没有得到小宋铁石心肠的帮助 片刻之后 律师找到女人 他给了一张女人和解书 只要在上面签字 就可以得到十亿韩元 女人看到上面的内容 竟是让他承认自己勾引吴万寿 并且说明自己身上的伤口 是自残的 可女人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隐瞒 他决定让媒体舆论 还自己的清白 可律师直接说 让女人吃牢饭 潜移女人的女儿作为要挟 殊不知这一切 被小女孩听在耳里 第二天 小女孩来找吴万寿 求她放过自己妈妈 不要让自己妈妈去吃牢饭 并且在和解书上 写了自己的大名 可仍然没有得到她的原谅 因她不知道律师去找女人和解 于是她打电话 将律师乱骂一通 随后 她来找当时万圣节晚会上的伙伴 可她那天也听见了 自己要去女人的房间 接着她来找雷欧询问此事 雷欧说 自己在后院 看见女人从楼上跳了下来 而且全身都受了伤 隐隐约约看到 有个涂满夜光绿色颜料的人 站在上面 而女人因还不了自己清白 将准备背着女儿从这里跳下去 是什么事情 让她做出这样极端的行为 就在几天前 她被富二代强行玩了仙人跳 于是她从楼上跳了下去 而且全身都是伤口 她想让媒体为自己主持公道 可遭到泡菜国公民的不理解 并用鸡蛋砸向她 骂她是一只狐狸精 说她为了钱才诬陷富二代 因受到泡菜国公民的不理解 所以她才选择跳楼 这时荷兰和吴万寿赶了过来 她直接向女人跪下 承认是自己强行和女人打扑克 让女人千万不要想不开 自己会去自首 女人身后的死亡之影瞬间消失 这一切被荷兰看在眼里 女人看着吴万寿脖子上的伤口 那天不是吴万寿和自己发生关系 因为女人当时在那个家伙的脖子上 留下伤口 在右边 吴万寿这才知道 那天自己喝醉了酒 不是自己所为 而荷兰这时又看见了 女人和吴万寿背后出现了死亡之影 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会即将死去 于是荷兰触摸黑烟 吴万寿一把抓住她的手 告诉荷兰照顾一下女人 自己去找实情真相 随后荷兰将女人关进了警察局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女人 荷兰让小宋保护吴万寿 因为她在吴万寿身后看到了死亡之影 并告诉小宋 她是被神秘人伪装上吊 而且神秘人的宗旨被狗狗咬了下来 就在这时 小女孩的消喘病犯了 女人只能求荷兰放自己出去 回家拿药才行 这时荷兰想起女人在家自尽的场景 于是她准备帮女人回她家拿药 这边神秘人用绳子勒起吴万寿 然后将她吊了起来 殊不知这一切 被两名民间使者和小宋看在眼里 片刻之后吴万寿快没了呼吸 小宋也只能干看着 因为她也是一名阴间使者 不能干涉人类的生死 就在神秘人觉得自己得手之时 转身准备离开 小宋却站在了她的面前 随后小宋与神秘人搏斗了起来 这时 小宋看见这个家伙并不是少的忠 神秘人又看了看旁边的香肠 原来荷兰看错了 神秘人趁机不备 一脚将小宋踢倒在地 自己离开了 小宋想去追 却被吴万寿用脚勾住了她的脖子 他祈求小宋救救自己 小宋这才知道这个家伙没有死 而两名阴间使者坐在床上哈哈大笑 荷兰这边正在女人家找着药 突然有个神秘人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这时荷兰也有所察觉 但为时已晚 神秘人用绳子勒住了她的脖子 片刻之后荷兰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随后神秘人拉着荷兰的脚将她拖走 然后把她放进了浴缸里 手上拿着刀 准备伪装成荷兰自尽的案发现场 还好荷兰及时醒了过来 用水瓢砸上了神秘人的脑袋 然后打开热水喷在了神秘人的脸上 片刻之后 荷兰还是被神秘人按在了水缸里 经过几分钟的挣扎 荷兰还是虚脱了过去 这时女人回到家 用水瓢又砸伤了神秘人的脑袋 然后浮起水中的荷兰 原来荷兰从警察局走后 小宋不想荷兰掺和阴间使者的事 便把他们母女放了出来 此时荷兰清醒了过来 而神秘人却推倒小女孩离开了此地 荷兰觉得这个母女还是很危险 于是她将女人带进了小宋的家里 语人说 强行和自己打扑克的男人身上有股艾草气味 荷兰记得当时万圣节那天 吴万寿的侄子吴上明 身上也有股这样的气味 于是荷兰来到上明病房 她在上明脖子上看到了支架掐的伤口 荷兰这才明白这一切是上明干的 便准备拉住上明去自首 而小宋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灵魂珠子不见了 于是她打电话荷兰询问此事 只听见荷兰一声惨叫 此时小凤知道了荷兰有危险 于是使用自己瞬间转移功能 来到社长病房 发现荷兰的手机掉在地上 人却消失不见 上明把荷兰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然后给自己爸爸打电话寻求帮助 原来诬陷吴万寿是他爸爸策划 小宋通过监视器查到了上明车的车牌号 随后小宋回到警察局 让同事调开了整个城市的路边监视器 终于找到了这小子车的大概位置 上明还在原地等着自己爸爸 看到一辆车过来 以为是自己爸爸来了 然而等他再仔细一看 里面竟是小宋 于是拔腿就跑 小宋急忙追了过去 上明撞开路边的障碍物 随后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车开始 小宋想追上前车 却被上明语次压了下来 小宋见此情景 只好撞向前车的后尾箱 经过几次的撞击 前车后尾箱突然撞他 小宋这时看到见荷兰在后尾箱 为了荷兰安全 他停止了撞击 小宋加大油门与前车平行 事已上明赶紧停车 可他哪里会听小宋呢 于是小宋直接和他玩起了碰碰车游戏 片刻之后 前方出现了障碍物 小宋及时踩住了刹车 而上明车轮子压到了石头 将原本在后尾箱的荷兰倒下 自己一个人挽起了云霄飞车 小宋赶紧来到荷兰旁边 不停叫着他赶紧醒醒 而上明拿起地下的铲子 这时荷兰终于醒过来 小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松 就在这时 上明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用铲子直接敲破了小宋脑袋 随后吴上明再从地下拿起钢筋 说着直接向小宋刺去 荷兰赶紧护住了小宋 关键时刻 小宋抓住了钢筋 而此时 吴上明听见了警车声音 他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了 阴间使者却晕了过去 很快上明被带到了审讯室 他陈述万圣节那天喝醉了 不记得自己和女人打过扑克的事情 殴打小宋自己是正当防卫 上明的律师从包里拿出副三代 有精神科病史 表示他精神不正常 加上上明未成年还是出发 他爸爸和政府又有着人脉关系 所以警方只是拘留上明 留在韩国观察一年 在此期间绝对不能出国 晚上吴万寿回到家 找着自己的爱犬 这时有两个保镖出现在了他面前 随后把他抓到他哥哥跟前 接着他把吴万寿的爱犬带到此地 哥哥要当着吴万寿的面杀掉爱犬 这时他向自己的哥哥跪下 求哥哥放了自己的爱犬 哥哥便照做疯狂打着吴万寿 就在这时爱犬为了主人咬了他一口 片刻之后他睁开了爱犬的束缚 然后用高尔夫球杆杀掉了爱犬 自从吴万寿失去了妈妈 爱犬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随后他拿出皇家集团的放弃继承遗产证书 拿起吴万寿的手盖上了纸 而富三代正在欣赏有颜色的视频 第二天醒来 他发现自己在机场大厅 而且还拿着自己护照 泡菜国公民都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他想找自己手机结果从箱子里翻出了白粉 泡菜国公民一眼就认出了 此人是皇家集团的孙子 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新闻报道 富三代的箱里出现了大量的白粉 很快警方将吴上明抓了起来 原来 昨天晚上的一切被小宋看在眼里 接着他偷偷潜入上明房间 然而等富三代睡着后 小宋在房间找到护照与白粉 随后将他放到了机场大厅 然后戴着口罩帅气地离开 与此同时 当年五真电影院坍塌的那块地 又重新建设高楼 而在工地 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小宋同事的阴间使者 瞬间化成了一团黑烟 然而这个阴间使者 与工地上的尸体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处工地正在施工 突然挖机不知道勾到了什么东西 便停了下来 两人连忙下去查看 地下竟是一具尸体 两人吓得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 一团黑烟围绕着小宋 阴间使者 同事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片刻之后 他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前辈告诉他 死者尸体重建天日 就会变成本来模样 而死者检验出 是当年五真电影院 坍塌的一名学生 张显秀 随后民众主持 来到皇家集团门口抗议 阻止皇家集团 开发当年五真电影院的 那块地皮 因为那是不祥之地 这一幕让皇家集团 无碍语忧忡忡 而荷兰回到家 母亲在他家门口 等候多时 母亲询问荷兰 有没有看到 祭父身上的死亡之意 荷兰说自己看见了 但他不想就没人性地祭父 母亲说 祭父不能死 因为荷兰弟弟得了白血病 需要祭父的骨髓 才能救活 本来上次有笔钱 准备动手术 不料被祭父拿去堵了 但荷兰既恨祭父 他对自己母亲说 绝对不会救祭父 面对女儿的拒绝 母亲有苦说不出 当荷兰回到家 准备吃东西时 看着碗里面的荷包蛋 想起了自己弟弟 是无辜的 他决定就自己祭父 于是他带着墨镜 来到医院门口 然后取下墨镜 果不其然 他弟弟身上 出现了死亡之影 于是他找到自己祭父 刚想上前触摸死亡之影 祭父却坐着计程车离开 荷兰只好自己 叫一辆计程车追了上去 没想到他的祭父 又来借高利贷去堵 随后 祭父为了借高利贷 做了这群人的打手 而荷兰跟着自己祭父 看到了这群人身后 出现了死亡之影 他也不知道 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小宋也在这里 接着小宋带着荷兰开车追了上去 没想到在路上 碰到了刑警队长 他一把把小宋 从车里拉了出来 荷兰只好一个人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 打手与民众搏斗了起来 打手是皇家集团 吴万语叫来的 而民众是来阻止皇家集团 开发此地 这时荷兰看到这群人身上 爬满了死亡之意 于是他上前阻止 却被他们一把推倒在地 他感觉到这群人 是被火烧死的 随后又碰到了自己继父 他感觉到自己继父 是为了救小孩而死 而在不远处 正有群小孩在板房内 此时小宋赶了过来 看到人群中 占满了勾魂使者 于是急忙跑过去 护住了荷兰 这时一位大叔来到了板房内 殊不知 有位神秘人围着板房 四周铺满了汽油 然后在兜里 鬼鬼祟祟地拿出打火 点燃了一张纸 接着扔到了汽油上面 板房四周燃起了熊熊大火 神秘人却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此地 这时荷兰看见不远处 冒着浓烟 便急忙跑了过去 刑警队长直接过来 朝天上开了一枪 这群打手与民众 才停止斗殴 荷兰来到板房旁 看到大门上挂着一把锁 大树敲碎了玻璃 荷兰来到旁边 看到里面小孩 都爬满了死亡之眼 这时小宋看见不远处 冒着浓烟 便急忙赶过去 荷兰用石头敲打着锁 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小宋看到板房上面 沾满了勾魂使者 而他也是一名阴间使者 不能参与人类的事情 否则他就会到 十八层地狱下游过 这时他想起 圣者爸爸对自己说的话 于是他准备上前 救这群小孩 只见他推开荷兰 然后用力掰开 窗户上的钢筋 接着小孩一个一个地 从里面抱了出来 而刑警队长和家长们 也赶过来 他直接用枪打开了锁 其中几个小孩 才已得救 荷兰此时冲进了板房内 屋顶冒起了熊熊大火 小宋也冲了进去 荷兰抱着其中一个小孩 感觉这个小孩 就是自己继父要救的小男孩 接着小宋把荷兰带了出去 事后荷兰让自己继父 救出自己弟 而吴万瑜打电话神秘人 询问为什么要把门锁着 自己的意思 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一下 到底是谁把门锁着 指他们于死地呢 当荷兰来到弟弟手术门口时 看到弟弟 已没有了死亡之影 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松 这个小女孩放学回到家境 看到爸爸后面冒着黑烟 于是他用手触摸着死亡之影 清楚感觉到 自己爸爸是被一个手上 带有蜘蛛纹身的纱属 从高楼扔下 当天晚上 小荷兰爸爸为了救一位小男孩 竟和杀手搏斗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降服了杀手 可就在准备带杀手去警局之时 杀手偷袭了 小荷兰爸爸便残忍解决了他的生命 事后还将他从高楼扔下 第二天一早 小荷兰在案发现场看到了爸爸的死状 这时他看见一个手背上有纹身的大叔 荷兰认出了他就是杀害自己爸爸的凶手 当他告诉警察之时 杀手便离开了案发现场 回到家后 因小荷兰认出了自己手上的蜘蛛纹身 所以他用运斗将自己的纹身除掉 二十年后 荷兰找到杀手小姨子家 这时他看见小姨子后面冒着黑烟 于是他用手触摸着死亡之眼 清楚感觉到女人是被他姐夫杀害 可女人哪里会听荷兰胡说 便摔门而去 就在他无计可施之时 荷兰拿起手机报了警 告诉警察这里有个连续杀人魔 打算要杀人 此时一辆收购账冰箱货车经过 荷兰感觉到凶手正在女人家里作案 他拿起椅子翻了进去 当荷兰来到屋内 静看见女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检查着女人还有没有脉搏时 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 于是他拿起水果刀走了过去 当他拉开窗帘 发现杀手已不见棕木 接着他来到窗户旁 静看见杀手已经快离开了 于是下楼一路跟随 见杀手上了一辆货车 跟着货车来到一片荒芜人烟的地方 荷兰连忙从包里拿出水果刀 亮亮呛呛地来到货车面前查看 静看到货车里面的杀手已经消失不见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将荷兰拉倒在地 荷兰起身用刀比着杀手 说着便向杀手攻去 可荷兰哪里会是杀手的对手 杀手直接将荷兰踢倒在地 随后杀手拿起荷兰手上刀比着他脖子 趁着杀手分了神 荷兰一把咬到杀手手背 接着再从地下拿起刀准备攻击杀手 阴间使者来到荷兰家 发现地下有一张照片 他拿起一看 照片上面人竟是杀人狂魔王迎春 此时小宋意识到荷兰去找杀人狂魔了 于是他用瞬间转来到了杀人狂魔小姨子家 竟看到小姨子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 很快刑警队长赶了过来 同事在附近监控中查到了王迎春 并且荷兰骑着自行车尾随其后 此时小宋觉得荷兰有危险 于是他边打电话边找荷兰 可他的电话就是无法接通 就在这时 他看到荷兰的鞋子掉在地下 接着继续寻找着荷兰 这时他看见警察又发现了一个案发现场 小宋走了进去 发现血液旁边有个手机 而这手机正是荷兰的 另一边阴间使者在医院地下 发现了一个灵魂珠子 而这珠子正是小宋的 他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荷兰 随后小宋冒着倾盆大雨 疯狂找着荷兰 此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血液鉴定结果出来了 确定第二案发现场上面的血液 正是荷兰 小宋一颗心久久不能平静 于是他再次来到第二案发现场 推测荷兰的死状 他发誓 自己一定要找到杀人狂魔王英春 第二天一早 小宋打开荷兰手机 在里面听见荷兰报警的一段录音 他听见录音里面 有个收购账冰箱的货车经过 于是小宋对了一下时间 然后来到案发现场外面 他是想通过荷兰报警时间 与昨天货车经过的时间 找到货车司机 片刻之后 这辆收购账冰箱货车真的来了 于是他上前询问大叔 昨天有没有可疑人在附近 小宋向大叔索要 货车嫌疑人上面的电话号码 接小宋按照嫌疑人号码定位 来到他家 当他来到一所仓库时 发现地下有血迹 而血迹是从冰箱里面流出来的 他打开冰箱门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当他转过身时 看见了一只鞋子 此时他想起荷兰的另一只鞋子便 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此人并不是荷兰 小宋一刻悬着的心才放松 就在这时 杀人狂魔王宁春回到了家 小宋便与他搏斗了起来 小宋逼迫他询问 荷兰现在在哪里 这句话让小宋眼泪喷涌而出 随后他开着车带小宋去找荷兰 不料王宁春发着神经 小宋听到这话 不停用砂锅大的拳头 打着王宁春 就在这时 车子撞在了树上 小宋此时亦是模模糊糊 而王宁春拿起榔头 对着小宋心脏一锤一锤地砸了下去 这是我见过最凶残的杀人狂魔 他将榔头一锤一锤 砸向男人的心脏 将小宋扔到了荒郊野里 自己开车离开了 雷欧正在医院拍戏 神秘人保护着他 此时杀人狂魔混进了医院 他这次的目标是雷欧 当雷欧正在休息室休息时 神秘人来到了此地 他让雷欧离开此地 因为神秘人知道杀人狂魔会来杀雷欧 当雷欧离开后 杀人狂魔来到了休息室 而让杀人狂魔不知道的是 此人并不是雷欧 当他准备通下杀手时 神秘人抓住了他手上的刀 然后拉开眼罩 即使杀人狂魔知道他不是雷欧 也要将他杀掉 不然他不会叫杀人狂魔 就在这时 小宋走了进来 这可把杀人狂魔惊呆了 自己刚刚明明将他杀掉了 小宋询问荷兰在哪里 不料被杀人狂魔一个破肩摔倒在地 接着小宋与杀人狂魔搏斗了起来 杀人狂魔趁此机会逃离了休息室 在医院大一位警察发现他 却被杀人狂魔一脚踢倒在地 而小宋正在紧追不舍 他拿着警察枪逃离了医院 来到外面将一位大巴司机砸晕 然后开着大巴车 挟持了一车人质离开了 此时小宋追到大巴旁边 让杀人狂魔停车 刑警队长开着车刚好看到小宋 小宋便坐上了车追了过去 小宋告诉刑警队长 杀人狂魔手上有枪 随后边打电话边请求支援 片刻之后 他追上了杀人狂魔的车 小宋不停喊着叫杀人狂魔赶紧停车 可他哪里会听小宋的 刑警队长想用报警器砸他 看到杀人狂魔手上有枪 又缩了回去 接着小宋站了起来 他让刑警队长靠近点 然后趁此机会一把跳了上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爬车大战开始了 杀人狂魔想用枪解决小宋 却被小宋反压 把枪甩到了一边 然后掐起杀人狂魔的脖子 让他赶紧停车 还不停询问着他荷兰到底在哪里 而另一名刑警开车来到此地 而让小宋不知道的是 此人是刑警队的叛徒 只听命于神秘人的话 他想解决杀人狂魔 好为神秘人隐藏身份 不料一枪却击中了小宋的头部 可小宋是阴间使者 拥有不死之身 他再次用手勒起杀人狂魔的脖子 逼迫他到底把荷兰放到了哪里 可正当杀人狂魔准备说的时候 一枪将杀人狂魔抱了头 小宋从车上跳了下来 此时警车也赶了过来 等小宋上前再次询问荷兰在哪里时 杀人狂魔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时小宋看到 阴间使者把杀人狂魔的灵魂准备带去 而杀人狂魔只是看一眼小宋 转身便离开了 小宋支撑不住坐到了地上 而荷兰到底是生事死 他也不知道 此时小宋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小宋被救护车准备拉去医院时 他想起了那天在桥底下 发现了一把钥匙 于是他拔掉手上的点滴 然后来到桥底下 发现一个铁门 而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小宋拿着手电筒往里面照了照 看见荷兰赫然坐在里面 于是他用力地掰开钢筋 然后来到荷兰旁边 小宋以为荷兰已经死在杀人狂魔之手 便紧紧地将他抱在怀里 然后轻轻地把他靠在墙上 突然荷兰发出了声音 小宋这才知道荷兰现在还活着 这时荷兰醒了过来 他以为眼前的是杀人狂魔 便把小宋推开了 看来荷兰受了不少委屈 他直接向旁边的陌生人抱去 小宋看到 此人是皇家集团的二公子吴万寿 原来就在刚刚 当杀人狂魔准备解决荷兰生命时 吴万寿一把将杀人狂魔推倒在地 而杀人狂魔起身不停用脚踢着他 杀人狂魔并没有要杀吴万寿的意思 当杀人狂魔准备走向荷兰时 吴万寿拉住了他的脚 荷兰趁此机会赶紧走 而杀手不停用脚踢着吴万寿 当杀手拿着刀再次走向荷兰时 吴万寿直接上前搂住杀手的腰部 不料杀手直接用刀刺向他的背部 这时荷兰直接拿着石头 砸向杀人狂魔的头部 接着荷兰带着他来到桥底下的铁门内 此时吴万寿命悬一显 荷兰在自己身上撕下一块 顾住万寿的伤口 荷兰想打电话求救 发现此处没有信号 这时杀人狂魔走过来 荷兰想起郡哥哥对自己说的话 然后他关上铁门 用一把大锁将自己锁了起来 就在这时 杀人狂魔气势汹汹地向他们走过来 他直接用刀砍向荷兰 不料钥匙掉在了外面 杀人狂魔捡起地下的钥匙 当他准备打开锁吃时 他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然后来到外面将钥匙扔在了水里 很快他们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而小宋继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男人当上皇家集团董事长第一天 正当股东们给他热烈掌声之时 刑警前辈拿出拘捕令将他逮捕了起来 在回警察局路上引起广大媒体的关注 刑警前辈直接表明 董事长与杀人狂魔的小姨子串通好 将杀人狂魔吴春英送进了精神医院 这让吴万宇很气愤 刑警前辈怀疑 女明星李微笑是你的闺蜜 所以杀人狂魔才将李微笑杀掉 前辈还怀疑韩真叔是他杀掉的 接着拿出照片表示这个手表是他的 当然吴万宇是不会承认这个手表是他的 随后前辈因为抓捕了皇家集团董事长 所以他们在饭店庆祝了一番 可让前辈不知道的是 他装皇家集团 吴万宇会让自己活不过今天 晚上前辈准备去上卫生间 却一不小心把隔壁的菜碗趴倒在地 正当前辈在地下捡起包包时 他看到了上面的娃娃 似乎想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扔下包包离开了 而此时前辈同事也喝得差不多了 这时二队组长叛徒接到前辈的电话 原来是神秘人用前辈手机打来的 似乎只是他做什么事情 而前辈伤痕累累地从车里面爬了出来 这时一位神秘人蹲在前辈面前 给他看手表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 只是杀人狂魔吴春英杀人 而吴万宇并不是真凶 那他是谁呢 荷兰正拿着手机 看着小宋抓捕杀人狂魔的视频 小宋在视频中不停问着杀人狂魔 荷兰在哪里 这让他明白自己错怪了小宋 此时小宋走过来向荷兰道别 正当小宋准备离开时 荷兰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小宋 随后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心意 他们如愿走到了一起 这时小宋脖子上出现了花纹 刚好荷兰母亲走过来看见女儿谈恋爱 并不想打让他们太惊呆了 因为在二十年前 那时他的女儿失踪了 便报警帮忙寻找 此时爸爸正拉着荷兰 而爸爸脖子上面出现了纹路 刚好这一幕被荷兰妈妈看见 片刻之后脖子上面的纹路消失了 荷兰妈妈这才知道 眼前的男人是一位阴间使者 而荷兰母亲看到小宋脖子上面纹路 吓得不知所措 心里暗暗发誓 绝对不能让荷兰的命运和自己一样 一位深得明星快担任总统的议员 谁能想到 背后的她是个人面兽心的 二十年前她还是一位记者 正在采访一位 有颜色打扑克交易女孩 可采访到一半 她找个理由 将摄影机里面的录像带换了 羽孩还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等她换好袋子后 她询问女孩 在什么地方进行打扑克交易 羽孩说当时有个车子来接我 好像是在一座山庄里面 这时女孩认为采访结束了 便急忙找个理由想离开此地 不料被大叔拦了下来 然后再取下自己帽子 再打开摄像机 这可把女孩惊呆了 而让女孩不知道的是 上次在山庄交易的也是这位大叔 女孩想跑 却被大叔一把推倒在地 然后蹲下用手抚摸着女孩脸 大叔气愤的用力给了女孩一巴掌 任凭女孩怎么叫怎么反抗 他强行把女孩拉到一边 女孩喊救命的声音越大 大叔就越兴奋 然后他和女孩强行发生了打扑克交易 而摄影机里面的袋子成了有力的证据 事后还威胁女孩 二十年后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阴间使者 小宋询问女人那卷袋子现在在哪里 而女人也不知道袋子在哪里 只记得当时他带着韩真书逃跑 不料被杀人狂魔吴春英抓住 可女孩也不知道袋子在哪里 这时小俊哥拿着袋子来解救他 吴春英见此情景 便放了他们去追小俊哥了 女孩担心小俊哥有危险 也追了上去 等女孩找到小俊哥时 小俊哥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女孩认为是自己害了小俊哥 便活在了自责当中 这时他看见警车过来了 便离开了此地 曾经的记者现在会计院总统 他还在担心那卷袋子在哪里 因为在20年前 他来过小俊哥的案发现场 当时他在小俊哥包里面找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袋子 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而如今 那卷袋子成为了拜倒他唯一证据 这天地缘正在接受采访 不料这一幕被当年强行打破课的女人看见 女人求阴间使者一定要将这个面 受心的一员绳之一法 这是我见过最无知的一群刑警 为了小宋能恢复记忆 他将小宋从楼上推了下去 见没有恢复记忆的起色 便叫催眠师来给他催眠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摆动 同事们都睡着了 而小宋却精神百倍 右键没有反应 便把小宋按在马桶里 这么做是想让小宋记起以前的事情 好找出证据拜倒议员的那本袋子 而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小宋并不是之前的小宋 他可是一位阴间使者 这让他们的努力又白费了 就在小宋无计可施之时 阴间使者看着小宋的照片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 他打扮成之前的穿衣风格 表示自己已经恢复了记忆 这引起了一组刑警队长的注意 于是他躲在角落给医员打电话汇报 医员叫他去联络神秘人 让他好好监视小宋 这时小宋假装打电话某人 刚好这一幕被神秘人听见 随后他一路跟着小宋 果不其然 神秘人看到小宋拿着袋子 而这一幕刚好被小宋看在眼里 这边当年受害者金善英准备出国 不料被医员堵住了门口 金善英看到这一幕吓得不知所措 随后气氛给了金善英一巴掌 这边小宋接到金善英的电话 而小宋看到金善英被医员抓住了 医员威胁小宋赶紧把袋子交出来 等他们见面后 叛徒将小宋的枪搜了过去 医员说我让你见到了金善英 现在你得告诉我袋子在哪里 小宋从兜里拿出袋子 医员想确认一下他的真伪 便让小宋放了起来 可还没有播放五秒 小宋便按了暂停键 医员这才相信是真的有这本袋子 随后小宋拿着袋子 一一揭发医员的所有罪行 整个和袋子有关的人员 都被医员灭了口 而医员也承认都是自己所为 刑警队长也是医员亲手所杀 小宋愤怒地掀起医员的衣服 不料被医员趁其不备 用铁胆打倒在地 接着就是将小宋一顿暴打 当医员出来后 刑警用枪逼着他叛徒已经被抓了 这时他感觉事情不妙 便赶忙摧毁手上对他有利的证据 怎料这一切都在小宋计划的现场直播中 这小宋用帅气的步伐从里面走了出来 医员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随后小宋上前一拳将医员打倒在地 同时关掉了直播 小宋打医员第一拳是为金善英而打 第二拳是为圣哲一家人而打 第三拳是替荷兰爸爸而打 第四拳是帮小俊哥而打 第五拳是为无辜送命的孩子们而打 随后医员被警察抓了起来 原来当时小宋想到的办法是让他同时找到这个躯体的灵魂 好让灵魂说出有关盖子的下落 不料他的灵魂已经同时被送往天界了 接着小宋才想出受害人帮忙 利用当时的情景演了一场戏 制造出一张假的证据 就在小宋以为这个案子也是他 看着小俊哥死亡照片的手背 想着当时荷兰告诉小俊哥手背上面有疤痕 而照片里面手背上却没有 小俊哥的背部还有个胎记 这让小宋怀疑此人并不是小俊哥 于是他来找小俊哥妈妈询问他 有没有胎记这个灵魂 看到阴间使者拔腿就跑 而阴间使者急忙追了上去 因为这个灵魂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齐秀东 这时他想躲进洗衣机里 见阴间使者发现了自己 便急忙逃离 于是使者利用自己的顺义本领 躲进衣柜 此时齐秀东也想利用顺义本领 便打开了一个仓库门 不料被使者逮到 乐起他的脖子 突然一辆车驶来撞飞了小宋 等小宋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身在了医院 这时荷兰来到医院看望小宋 不料看到一位医生体内出现了黑烟 刚好这句话被小宋听见 于是他顺移到医生办公室 趁其不备勒起他的脖子 小宋怀疑他是齐秀东附体 便用枪逼着他赶紧出来 当他灵魂出窍时 小宋松了一口气 可这灵魂并不是齐秀东 原来这位老太太在朝鲜默契 因承受不了丈夫家暴 手认了自己丈夫后便上吊自禁 在人类身体藏于数百年 都没有被阴间试者发现 小宋想抓他去天界戴罪立功 而老太太告诉小宋 只要放了自己 就会告诉他 正在调查金骏尸体掉包的事情 按照老奶奶说的地址 小宋顺移到了雷欧家 在柜子里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 于是他按照视频里面说的内容 找到了一家废弃的乌精医院 当他来到医院那时 清楚感觉到金骏死在了手术台上 此时小宋记起自己生前就是金骏 眼泪止不住喷涌而出 随后按照自己生前的记忆来到海边 二话不说跳了下去 在水中他看到一部车子 里面竟有一具 尸体他拿起石头向车玻璃砸去 看着里面的尸体 此时他想起了一切 原来在二十年前 他亲眼看到杀人狂魔把克拉拉杀掉 这一幕也被金善英看到了 杀人狂魔发现了金善英 便追了上去 金骏为了救金善英 便用袋子引开了杀人狂魔 可等金骏躲到一个仓库时 还是被杀人狂魔发现 当他准备对金骏痛下杀手时 荷兰爸爸及时阻止了这一切 杀人狂魔便逃离了此地 随后荷兰爸爸询问金骏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话音未落 金骏的头部中了一枪 接着荷兰爸爸去追对金骏 开枪的家伙去了 而金骏的弟弟韩武江 因心脏禀发 到底不行 还好有位好心人救了他 金骏拖着伤口来到电话亭 给继母打电话 救救自己 片刻之后 继母开车来到此地 然后将金骏扶上了车 在回去的路上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医院同事告诉他 他的儿子心脏病突梗 现在必须及时换心脏 不然他的儿子韩武江就会死去 片刻之后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里出现 随后他来到医院 将金骏的心脏取了出来 然后和同事将金骏的心脏 放进了韩武江的身体 接着他把金骏的替身 伪装成车祸 然后把真正的金骏 连人带车推进了海里 不得不说 这个继母真不是个东西 记起一切的阴间使者 金骏想从韩武江的身体里出来 便不停用枪打着自己脑袋 可始终不能灵魂出窍 因为韩武江的心脏 本来就是自己的 这个男人太狠了 手拿着枪对着自己的脑袋 净一点事情都没有 因为他是一名阴间使者 逼迫金骏灵魂好离开韩武江躯体 可因为躯体里面的心脏 是自己的 所以成了不死之身 也摆脱不了躯体 随后他来到继母这里 扔给他一张器官摘除通知书 询问他为什么要把 记子金骏的心脏 换给自己儿子韩武江 韩武江当时如果不换心脏 就会死去 随后他回到家 看着笔记本上面的内容 原来韩武江当时已经查清楚了 自己母亲把金骏心脏 移到了自己身上 就算雷欧快不行了 他也是见死不救 因为他害怕事情败露 害了自己母亲 所以将证据扔进了垃圾桶 便离开 这时金骏还有一点不明白 那天到底是谁对自己开枪 他怀疑那天是金音系 对自己开的枪 就在这时他看到新闻上面 金音系议员没有确凿的证据 被无罪释放 为了能找到金音系议员 强行和金善英打扑克录像的那本 呆子 金骏来到当时自己脑部中枪的仓库 寻找呆子 这时他看到一处被子弹打过的痕迹 而这个子弹痕迹 并不是金音系的猎枪所打 此时荷兰根据金骏的手机定位 找到了这 原来在20年前 荷兰放学回到家 看到自己爸爸后面有死亡之影 晚上他担心爸爸有危险 于是一路跟着爸爸来到一所仓库 当荷兰进去后 他看到爸爸面前有黑烟 正当他想上前找爸爸时 脚踢到了一把枪 于是他拿起地下的枪 对着黑烟就是一枪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他看到的黑烟是金骏的死亡之影 所以不是金音系开的枪 而是荷兰为了自己爸爸误伤了金骏 现在金骏知道了一切 头又莫名其妙地痛了起来 这是我见过最痴情一位阴间使者 为了隐瞒当年荷兰对自己开枪的事实 不想警方再次调查当年金骏的案子 实际上是不想荷兰受到伤害 他直接痛骂荷兰 因为他知道 阴间使者是不能和人类在一起的 随后将他从自己家赶了出去 接着荷兰母亲找到阴间使者 询问他为什么骂我的女儿是个怪物 荷兰母亲知道他是阴间使者 巴不得他赶紧离开自己女儿 而荷兰回到家 想着金骏对自己说的话 因受不了打击 他拿起一根筷子 准备毁掉自己的阴阳眼 这时金骏赶过来阻止了这一幕 回到家后 他直接毁掉了自己死亡的证据 前辈说他为什么毁掉 阴间使者说 他想以韩武将的身份活下去 跟荷兰甜甜蜜蜜地过日子 前辈也不好多说什么 第二天他带着荷兰来到医院 医生对荷兰说 一颗子弹卡在韩武将脑子里 压迫脑神经患者 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富有攻击性 但这其实完全跟本人的意志无关 殿下荷兰相信 昨天晚上韩武将说的话是胡说的 韩武将说过几天自己会去美国找专家 把脑子里面的子弹取出来 接着他来找金善英 询问他什么时候去美国 金善英说金英熙都被释放了 自己不会去美国 明天自己会找媒体露脸 接受采访 把那家伙干的好事全都说出来 可那样做金善英的人生就毁了 韩武将说自己在意 他有办法让金英熙绳之以法 随后拜托金善英一件事情 让他好好照顾金俊的妈妈 如果要去美国就带他的妈妈一起去 看到自己妈妈有个人照顾自己 便安心离开了 随后他来找雷欧 他知道雷欧已经死了 而现在的雷欧只不过是齐秀东灵魂 因为之前他在电脑上面看到 雷欧死后的症状 果不其然被阴间使者猜对了 可他不会带齐秀东去阴间赎罪 他要让齐秀东以人类的身份活下去 好好照顾荷兰 随后他拿着枪打算杀掉金善英 才能确保荷兰安全 当他进办公室的那一刻 发现金善英已经自尽了 接着他回到车里 为了找出凶手 他来到金善英的家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和雷欧小时候的事情 小时候的金骏在雷欧家 无意间看到金善英与市长 做了打扑克交易 为了保护好金善英 他将那本袋子埋在了 自己和荷兰相约的秘密机制 而金骏来到此处 发现袋子已经被某人拿走了 果不其然 柯南在前一天已经把这本袋子拿走了 回到家后看到袋子的内容惊呆了 随后他想拿着袋子去警察局 不料被神秘人堵在了门口 这个女人被绑在游泳池中间 而刑警也被他们抓了起来 随后将刑警们一顿暴打 因为他们知道市长的一些秘密 接着市长来到此处 这一切都是市长所为 为了一本他和金善英打扑克的袋子 市长杀害了无数人命 而荷兰在此刻发誓 绝对不会将袋子交出来 市长交代完属下不 用什么方法都要拿到袋子便离开了 神秘人以刑警作为筹码 使劲打着他们 逼着荷兰如果不交出袋子 他们就死定了 荷兰实在看不下去了 打算交代事实 不要刑警劝荷兰 就算打死他们都不要说袋子 吓了 神秘人只好命令属下将他们带走 然后再次逼迫荷兰说袋子在哪 见荷兰没有反应 便命令属下打开了水阀 片刻之后他拿起电线了 此时水已经淹没了荷兰膝盖 再次问荷兰袋子在哪里 见又没有反应 便把电线扔进了水里 就在快接触水面的时候 有人关掉了电开关 此时神秘人意识到不对劲 便前去检查 而荷兰在挣扎的过程中 一头贴到了水中 片刻之后 金骏把荷兰捞了上来 然后慢慢地将荷兰放在地下 上前与他们搏斗了起来 三下五出二解决了一帮牢笼 接下来就是神秘人 只见金骏抓起神秘人手上的刀 深深刺向他的腹 然后一脚将他踹进游泳池里 拿起地下的电线扔了进去 接下来就是市长 只见他优雅地拿起杯子 喝着香槟 突然一把枪比着他的头 原来是金骏来了 第二天荷兰躺在了医院 母亲给了他一封信 原来是金骏邮寄过来的 里面的内容是 金骏在美国 已经取掉了脑袋里面的子弹 让荷兰放心好好过日子 而韩武将母亲因杀了金骏 所以他自责地服下毒药自尽 留下一封遗书 表示金骏尸体在物精悬崖下的海底 以及自己所有的罪责 荷兰来到警局 无意间听到刑警说着金骏母 亲遗书上面的内容 知道小时候自己开枪 打的并不是黑夜 而是金骏 于是他跑进警局询问他 帮忙查一下韩武将的出境记录 不料他们已经查出来了 没有发现韩武将的出境记录 这是另一位刑警 拿着物精悬崖的视频 走了过来 他们看见韩武将从物精悬崖跳了下去 随后荷兰一个人来到物精悬崖 打算跳下去陪韩武将 而金骏正在天界接受刑罚 他要求天界给自己最高的刑罚 因为老太太和他说过 天界最高的刑罚就是回归虚无 让认识自己 所有的人都会忘记他 接着金骏走了进去接受惩罚 而荷兰也变回了正常人 再也看不见死亡之影了 若干年后 齐秀东答应金骏会照顾荷兰一辈子 百岁生日那天送给他一个礼物 当他打开礼物时 发现里面竟是个红绳 看着他记起了一切 这个红绳正是自己送给金骏的那根 眼泪止不住喷涌而出 第二天 荷兰敌不过岁月的流逝 还是去世了 就在这时 荷兰灵魂出窍 而金骏正在旁边等着他 荷兰为金骏戴上红绳 然后把自己交给了金骏 自此整部剧 以两人又是相知 到金骏死后 灵魂附在韩武将躯体相恋 以及荷兰百年后去世